知道自己的父親是抗金的大將軍 所以下一集有機會給大家聽 好了 下首歌 剛才是北宋的時候 現在帶你去南宋 南宋的陸友的故事 陸友是一個大將軍 他跟他表妹結了分之後 本來是很恩愛的 但是他媽媽 監獄他 要他跟他離婚 娶過來一個人 我剛才都說過 那時候的不靠是仁義吾示案 所以即使陸友的大將軍 都沒有辦法抵抗他媽媽 那個不合理的命名 結果跟表妹結了分 娶過另一個人 有一次在審議院再遇上表妹 大家很相感 他就在場上寫了一拳 猜頭鳳這叫詞 結果他表妹見到這句詞很相感 溫威而終就病死了 陸友就很相感 四十年之後他再去審議院那裏 那有些什麼說呢 那請丁一龍先生 請給大家聽 再進審議院 有請丁一龍 再進審議院 請給大家 謝謝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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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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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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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八月 八十八月 三十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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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月 三十八月 十八月 三十七月 八十八月 三十八月 八十八月 六十八月 八十三月 三十八月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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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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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世里 一葵 就作詞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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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